朱婷在结束一甲联赛回国之后很少露面,就在球迷都在关注朱婷动向的时候,网上终于爆出她的最新消息。 中国女排前二船姚迪在社交媒体晒出照片,原来朱婷来海边参加闺蜜姚迪的生日派对,姚迪和朱婷以及很多朋友非常开心地享受欢聚时刻。 朱婷姚迪在聚首 朱婷和姚迪一起征战了2022-2023意大利女排联赛,帮助斯坦迪奇女排获得了欧联杯冠军和一甲联赛季军。 一甲联赛结束之后,朱婷和姚迪先后回到国内。 由于两人此前都是中国女排主力球员,因此大家都非常期待二人是否会一起回归中国女排继续帮助国家队征战比赛。 不过,两人的境遇大不相同。姚迪曾在一期访谈中坦言自己非常渴望为国家队效力,也一直在等待召唤。 所以,应该是国家队暂时已经没有了姚迪的位置。 对于朱婷,国家队则一直很希望她回归。 甚至蔡冰还亲自去会见了朱婷,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蔡冰表示,国家队的大门会一直为朱婷敞开。 由此可以看出,朱婷和姚迪这对黄金搭档在国家队合体的可能性非常渺茫。 朱婷婉剧回归中国女排之后,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因此关于她的消息非常少。 姚迪回到天津女排之后,先是到医院做了全身的检查,之后短暂回到天津女排参加训练。 由于没有了国家队的训练任务,姚迪以后应该会把重心放在俱乐部的比赛上。 天津女排主帅王宝泉也透露,希望姚迪能够帮助姚迪打完2025年全运会。 当前天津女排也没有重要比赛,因此姚迪可以享受一下难得的假期。 姚迪先是观看了蔡依林武汉演唱会,之后又在8月15日举办了海边生日派对。 让球迷惊喜的是,姚迪的生日派对上出现了神秘嘉宾朱婷。 这也是朱婷时隔57天之后的再次现身。 朱婷和姚迪的心情都非常好,一起享受这难得的欢聚时刻。 姚迪和朱婷都是原中国女排的球员。 两人关系升温,源自朱婷在2019年加盟天津女排,一起并肩征战两个赛季的排抄比赛。 两人一起站上了排抄冠军领奖台。 在国家队的比赛中,也一起站上了2019年世界杯冠军的领奖台,还幸运地登上了国庆节游行的花车。 朱婷和姚迪既是并肩比赛的队友,也是无话不说的好闺蜜。 没有比赛的时候,两人也会一起出去游玩。 上海迪士尼公园就留下了两人的身影。 中国女排兵败东京奥运会之后,郎平卸任,国家队暂时解散。 此后,姚迪和朱婷再没有机会一起比赛。 不过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2022年4月份,朱婷效力的斯坎迪旗女排主二传因故离队,急需一名有经验的二传补强。 在朱婷经纪人马尔可的运作之下,刚刚打完国内排抄联赛的姚迪幸运地签约斯坎迪旗女排,与朱婷在海外成为队友。 姚迪既圆了自己去海外打球的梦想,也能和朱婷同场比赛,用姚迪自己的话说,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按照目前中国女排的人员配置,朱婷回归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姚迪也许再也没有机会回归。 因此,这对闺蜜也许无法在一起征战比赛。 不过,她们在赛场之下依然是最好的朋友。 也希望朱婷和姚迪都能开心打球,享受人生。 加油! 自由 加油! 加油! 加油!